線人酸素後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狀況 比如說脫皮的現象 或者是毛孔暫時性比較粗大 甚至有些人粉絲都會暫時變多 這都是可能會出現的現象 脫皮的氣氛上來說 有時候腳質含水量比較不夠的時候 一塊一塊的脫落 本來是微細剝落 你在這場洗臉慢慢代謝的部分 可能就會變成稍微大快一點的脫落 所以這時候加強保濕就可以了 如果毛孔粗大有時候是因為 它造成一些刺激反應 造成皮膚有點腥微的發炎 所以有點脹紅看起來毛孔相對比較粗大 這時候你要就是減少一些皮膚的刺激 然後順勁舒緩它 那也會比較正常 所以它是一個過程 那至於粉絲的部分來說 因為它溶解角質的時候 也可能會溶解到毛孔出口附近的角質 所以造成廢棄物 可能不是從毛孔完全代謝出來 有些可能掉到毛孔裡面去造成 暫時性的阻塞 或是刺激 或是青粉絲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護理師親的比較仔細一點 也有可能造成一些暫時性的發炎反應 那些都會過去的 所以基本上來說 如果術後有任何不適的話 其實可以跟護理師醫師討論看看說 我們上次做有這樣的現象 那這次該怎麼預防 通常是做好保濕 必要是配合一些外用藥物 這樣子就可以改善了